新冠危险變政北斗Omicron 侵蝕全球 台灣出現零星的暗雷 跟一關衛生局為著風土疫情的擴散 高河情節 中部水上架破阻大型接種站 提供民眾接種第三個月表 歡迎吳昌良 今天會當衛生局長的文化 在水上國秀來視察接種站 現場拜託拜託 鄉親的時代總控擁有 新冠危险變政北斗Omicron 侵蝕全球 各國核心所極竭 台灣出現零星的暗雷 中央指揮中心積極調整疫情應對 日前是宣布第三個月表時代 經激縮得到十二星期 該關衛生局 高河提供民眾接種第三個月 民眾世代議員非常擁有 水上國秀那條配一千多的研究 總製量將到一千三百五十四 全管接種人數到七千八百四十九人 我們台灣人全世界世界去打招 所以很多人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吃頭肉也好 創意也好 但是到農業過年大家就想回家 跟家裡面的聚聚 過一個好年 所以各國整個所有的疫情 基本上還在升溫 相對來講沒有控制像台灣這麼好 所以現在有海外到來這裡 必然會引發一些疫病 是不是會帶進來台灣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的中央政府 從入關整個所有相關的防疫 有一整套非常嚴格的設計跟規劃 當然我們的鄉親 相對來說 也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不知道病毒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戴口罩還是最基本的作為 所以希望大家的口罩一定要戴好 再來政府當然鼓勵大家 打疫苗也是保護自己 所以現在大概第二劑隔三個月 就可以打第三劑 那我們希望大家衛生局 現在在大量的施打 所以大家如果有意義 或是應該用藥來施打我們的疫苗 讓我們的群力防護力 可以更堅固 那台灣就可以過一個好年 希望大家共同來合作 改觀大型接進展一月 其餘14鄉電視 國衛生所以及萬聖八方地所 同步全民開大 二立鄉市在中正等 民鄉鄉也因為人口所資 特別安排全力接進服務 衛生局支持 18鄉電視衛生所 40日間合約醫療機構 也提供業務接進服務 民眾可以透過改觀藥廟醫療系統 三鄉醫療選擇藥廟的製造 目前已經大約有3,000人醫療 18歲以上的民眾接種 第一立正的藥廟 賞200塊的禮貫 也是禮品 社群新聞創民黨 最想像蔡宏博德 餐ラ伯 書錄稿 詞工人員 華向電視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